青青合唱團日前在聖塔克拉拉大學劇院 舉辦了第三十五屆的年度公演 主題是我們的歌 表演內容穿插了大合唱和小節目 曲風相當多變 也展現合唱團求新求變的精神 兩場表演更吸引了超過一千人到場欣賞 觀眾們紛紛入場就坐 大家難掩興奮神情 青青合唱團一年一度的公演登場 今年的主題是我們的歌 團員們以大合唱For the beauty of the earth 為演出拉開序幕 青青合唱團成立於1981年 是灣區歷史最悠久的華人合唱團之一 現在有一百多位團員 人齡屆在二十歲到八十歲之間 在創團指揮張士甄及指揮陳之淵 共同帶領下 每年的年底公演也成為 表演節目曲風多元 不僅南瓜 古典 爵士 流行樂等 也演唱不同語言的歌曲 像是中文 台語 義大利文等等 其中今年的民謠選曲是臺灣原住民 盧凱凱族的民謠《鬼狐之戀》 曲風優美相當動聽 團員們發揮創意自編小歌劇以及結合各國風情的族曲 民族風樂舞等等都帶給臺下觀眾接連不斷的驚喜和聽覺享受 清新合唱團展現出求新求變與時俱進的精神 為僑界注入滿滿活力 未來也將繼續在灣區傳唱 臺灣網絡是黃本出 美國聖河西採訪報導